看到這種大車 絕對不要讓它在你的後面 為什麼會這樣說 如果現在前面正好回堵的話 大車的煞車距離 尤其大車的駕駛 很喜歡把車跟得很近 那如果這個時候 他在滑手機吃便當 打瞌睡 或是在看風景的時候 他晚一秒煞車 造成危險的 並不是他 而是前方的車輛 我們剛剛過完年 那我也去日本 耍廢了兩週 先跟大家拜個晚年 新年快樂 那今天我們要用 現代的Costing 並不是要做新的自駕 我們要做一個單元就是 因為我在日本開車 開了兩個禮拜 深深感受他們的駕駛的 觀念和方式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做一個 開春第一支影片 就是駕駛教室 曾經做過了 但是那影片因為已經很久了 所以我們要再示範一次 這支影片的前半段 新手看就好 老手看後半段 新手要看全程 首先第一個 就是坐姿 現在車道分都有電動椅 包含了電動搖鎬 包含了方向盤 像這台車 它只有上下 它沒有前後調整 上車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方向盤 調整到你認為適合的位置 然後新手跟我一起做幾個事情 首先第一個 你的雙手握拳 手肘的地方放在方向盤前方 這個時候去調整你的坐姿 讓你的坐姿調到最舒服的位置 當你今天手肘是放在方向盤的上緣的時候 你把你的坐姿調整到你適合的位置 你會發現你手滑下來到3點 以及9點鐘的位置的時候 你的手是彎曲的 而不是直的 為什麼要彎曲而不是直的 你在直的時候 你在轉動方向盤的時候 反應會比較慢 而且你會發現轉起來會 你的施力和受力的感受 會比較不舒服 或者是你在轉動方向盤的時候 施力的過程中 你會覺得你的雙手 沒有辦法完全的去掌控它的力量 可是相對的 如果說今天你是用稍微彎曲的 你在轉方向盤的時候就會很輕鬆 直的轉和稍微彎曲的轉 你們可以去試看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坐姿 你的胸口和方向盤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因為方向盤現在上面都有氣囊 如果說你坐得太靠近 很多女生喜歡這樣坐 很近的開車 其實你身體離方向盤比較近 轉方向盤 第一個 如果你要轉比較大的角度的時候不好轉 第二個部分就是 假設不小心發生事故的話 這個氣囊爆開的 這個空間會不足 會造成就是 有可能瞬間的撞擊的時候 氣囊還沒有完全爆開 你的身體和臉已經靠在方向盤上面 你沒有足夠的緩衝的距離 所以記得不要靠得太近 靠太近開車沒有比較安全 還是要保持一定的距離 這樣子開車才是正確的 再來就下半身 首先第一個很多人開車 尤其是一些老手 開車喜歡把身體放在很後面 然後右手這樣子很輕鬆的開車 單手這樣子開 甚至有時候坐姿還坐得稍微躺一點 這種開車的方式是不對的 然後你的右腳踩著油門和煞車踏板 這兩個踏板 如果你的腳太直的話 前方發生撞擊 你的腳沒有一個彎曲的一個幅度 就少了一個緩衝 如果是一個完全伸直的坐姿 你撞擊的那一剎那 傷到的不是膝蓋 而是這裡 就是你的骨盆 會受到很嚴重的傷害 所以要記得就是 你在坐進車內的時候調整你的坐姿 記得你的腳 基本上和你的雙手是一樣的 它就是有一個角度 有一個彎曲的角度 你這個時候假設不小心 真的發生撞擊的時候 它的緩衝力道會被你的膝蓋所吸收 而不會去撞擊 去傷及到你的骨盆 再來一個部分就是 你調整好你的坐姿之後 試著用你的右腳 在靜止的情況下 全力的去踩煞車 用你最大的力氣去踩煞車 這個動作是要告訴你 你的煞車力道踩到哪裡才是極限 有很多事故發生都是 駕駛者煞車踩得不夠 而造成了追撞 或者是一些嚴重的意外 你要了解你的煞車 這個在我們比賽賽車場上 我們要踩到100% 你踩到100%才及格 其實常常做這個動作 你會更了解這個煞車踏板的習性 你就這樣用力踩 因為我們不是賽車 沒辦法顯示它多少% 可是你如果一直踩的話 你會發現 原來我煞車踩板可以踩這麼深 油門不重要 煞車才是重要 當今天發生緊急事故的時候 煞車是扮演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然後再來一個部分就是安全帶 我發現現在還是有很多 包含辛苦的WIN獎大哥們 他們都會買安全帶扣 然後扣在這個安全帶扣上面 就是那種讓安全帶沒有戲 不會有聲響的那個裝置 然後安全帶就放在這邊 它沒有戲 我相信開車開一天會很辛苦 而且安全帶一直勒在身上 其實長久下來會造成一些不舒服 可是這個卻是 所有被動安全配備一個最基本的 你沒有戲安全帶 再多的輔助駕駛 再多的安全配備都沒有用 所以要記得安全帶一定要戲上去 在汽車百貨有看到 賣那一種 就是讓警示燈不會亮那個安全扣 你就要抵制那個汽車百貨 以後不要去那一家 我看到現在很多汽車百貨 還在賣那個東西 那個真的會害死人 然後接著我們要上路 上路要告訴大家一些 比較中階的駕駛觀念和駕駛技巧 我上次就是走這個交流道 上去之後因為塞車 這個交流道基本上一天24小時 大概塞23小時 但是今天沒塞車 記得上下交流道要進去之前 不管你是在主線道上 或者是你要上交流道 第一先打方向燈 第二個部分用拉鍊式的開法 左一台右一台 左一台右一台 這樣子的話 整個高速公路會比較順暢一點 你讓一台車頂多5秒鐘 不要看到前方的左右車輛打方向燈 你就開始加油 使不讓它過 這個是不對的關聯 讓一台車就差5秒而已 其實跟你回家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不需要說一握了方向盤之後 整個人的個性就變了 那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有幾個開車的技巧 首先第一個看到這種大車 絕對不要讓它在你的後面 為什麼會這樣說 如果現在前面正好毀堵的話 大車的煞車距離 尤其大車的駕駛 很喜歡把車跟得很近 那如果這個時候 它在滑手機吃便當 打瞌睡 或是在看風景的時候 它晚一秒煞車 造成危險的 並不是它 而是前方的車輛 所以要記得 你在高速公路上行駛 碰到大車可以走最內線的時候 你不要在大車前方的第一台 你盡量閃到第二車道 讓它過了 走遠遠的 你再開始切到最內車道 如果你碰到那種大車 跟你跟很近的時候 你就離它遠一點 換一個車道讓它先走 不要跟它去搶到 或是在切換車道的過程中 發現左右後視鏡 像現在你看我的右後視鏡是大車 我的正後方也是大車 這個時候你就不要去切右車道 讓你在大車的前方 你就讓它過 這個讓一下也是五秒鐘而已 如果你碰到前方回堵 你又是回堵的最後一台 然後你後面又正好是大車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是最危險的 很容易造成很嚴重的事故意外 因為大車它的坐姿高 它可以看到很遠的煞車燈 它就會把你貼得緊緊的 一方面要你快一點 再來一方面就是 它不想要煞車 因為它煞車再加速的話 它會浪費很多時間 這個是很多大車開車的 一些駕駛騎行就這個樣子 那說到煞車燈 我們現在在車流很正常的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每一個路面的車寬 大概是3.5公尺 一輛車的車寬 大概是1.8到1.9公尺 也就代表就是 你在沒有跨過分隔線的情況下 你可以透過很多方式 稍微偏離一下車道 讓你的視線可以看到前方 在前方的煞車燈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們通常在高速公路行駛 煞車是你看正前方的煞車燈 它煞車你就跟著煞車 如果可以的話 你看在前方的一亮的煞車燈 你的反應的速度 還有反應的距離 會更快以及更遠 你這個時候煞車的反應 會更充裕 而不會造成緊急煞車的一些危險事情的發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你發現你的後方的車輛 不管是大車或轎車 尤其是轎車 現在很多人開車都喜歡這樣開 它跟著你跟得很近 它跟得很近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就不要偏左邊了 你反而偏要偏右邊 讓它看到你前方的車輛的燈號 一方面告訴它 我不是路隊長 你不用跟我跟那麼近 前面就是在塞車 再來一方面就是 它如果看到前兩台的燈號的話 它的煞車反應距離會比較足夠 也可以稍微保障你的行車安全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行駛 你常會發現就是在路面上 正常輪胎行走的路段會比較白 然後在車底下那條線會比較黑 這個就是因為大部分的駕駛者 都是在兩個車道分隔線的中間在做行駛 那你在行駛的過程中 久了那個薄油就變磨光了 剩下下面的石頭 所以會比較白 然後正中間還有薄油會比較黑 其實你稍微偏一點車道 保持在正常的車道上 稍微往左或往右偏一點 你會發現輪胎的噪音會變很小聲 你看我現在偏一點 輪胎噪音很小聲 如果我走到正中間的話 輪胎噪音就會比較大聲 這個就是一些開車的小技巧分享給大家 我們接著會不斷的做一些 跟開車觀念有關的駕駛教室 而不是賽場上開車技巧拼單圈的駕駛教室 我希望這些影片 這一系列的影片對你會有一些幫助 這個都是我開車開了將近40多年的一些經驗分享 希望看到這支影片的人可以稍微吸收一點點 讓你在馬路上開車更安全更放心 而且更平安的到達目的地